你懂得不得好 当然在我那个词其实 一部分也写给照顾我的人 还有真正的我觉得 我觉得他是爱我的人 包括乐迷 我没法去确定他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但是我就笃定你就爱我的 就像歌词里面 你懂得 其实我是在预设一种说 你懂得 就是我相信你是懂得 我是爱情日记的王八蛋 就我不是说我一定要每一张专辑 都是跟我以前一模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偶尔去玩玩新的 表达一些新的态度也好 或者是新的内容也好 其实我觉得对听众来说 他们也有一种耳不一心的感觉 因为我们 我们那个底还在的 就是我们对于情感出现的内容 的底还在的 好 三 二 一 开始 好 三 二 一 开始 直接就是跑下 直接就跑下就行 对对对 二不二 够二就行 够二了 非常好 够二了 来 给我一个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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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子可以吧 还有我的小腿 主要是小腿 啊 解放下 这次我站起来 有点不好站起来 就妈妈说离结完睡吗 这个得拆开 妈妈说只是说我们 有的时候是不得不听 不可抗的 你怎么都得听到的一个东西 然后再说离结完睡 如果我们想得到尊重 首先你要去先尊重别人 我们如果想要得到这个世界的理解 我们首先要去理解这个世界 试图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过后 我们会不会好受一点 所以叫妈妈说离结完睡 嗯 音乐 是种日常的表达 它是一种日记 可能每一张专辑就是个日记本 每个句子就代表一天的一句话 所以我会在那个歌词里写到 我是爱写日记的王八蛋 嗯 其实我觉得反而悲伤的 那一面在我的歌里面是一个常态的 东西啊 嗯 可能从歌词的一些自言片语里面 能看到我这个人可能比较偏向于悲观 因为其实你知道悲观有多难过 而过后就不希望把悲观的情绪带给别人 就没必要去刻意宣传这样子的风险 嗯嗯嗯 嗯嗯 摸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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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是个严肃的导演 哪些东西做谁来看 做音乐不好看 哈哈哈哈 你都吃不到刷摸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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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 他精心为我打扮摸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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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其实感动很多 包括我从你的身上听到 我也从鸡蛋身上听到 就是哎 是不是要换制作人呢 或者什么样的这种 但是当我听到邵氏 你在老板面前说你必须得用我说 我的心其实跨了 我说我不会了解他我为谁 真的 我倒是觉得说 涛涛他其实也是承载了我的梦想那种感觉 哎 我们其实是所有的力量都在往你这推 然后你会越来越好 希望你把这一份好的心感更好的带给大家 但是你不要有压力 从我们看到谁 然后坚持了这么久 才会听到这么多比较动听的歌 所以特别谢谢他 就看到了廖俊涛一路的成长 其实他的变化很大很大很大 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从最开始就是坚持音乐 一直到最后站在舞台上被我们发现 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歌手叫廖俊涛 而不是唱谁的歌手叫廖俊涛 而是廖俊涛唱了什么什么歌 我们假设面前有一股水吧 这股水它是全永无绝的 水的一个本质它是没有改变的 但是它的形状是被无限塑造的 我希望廖老师能够更向内去挖掘它的内在能量 能更向外去延伸每一段的关系 所有万事万物都是它的美迹 它可以创作出所有的一切的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些旋律 我不太了解别人 但是至少我能够 我是比别人了解我自己的 我是一个一般的人 不会看上我都不一般的 你们留住的男人廖俊涛 好